好我想喔 因為本委員會剛剛 林維州林委員 有特別提到 就是有關於這個行政的處分 有沒有預約超過 這個司法的 這個等於是認定跟判定 那我想我們今天那個 葉部長 我想你是憲法專家 那大家也很尊重你 我請你上來也 做一些說明好不好 因為 確實這個行政處分你要是說 今天超越 這個整個司法 那其實我們當初也一直認為說 你要認為哪裡不當哪裡不對 送這個司法調查 送監察院我們都接受 其實我們都OK的 但是現在變成說 我就是一個委員會 我來認定怎麼樣 那認定怎麼樣 他就就是你要去推還證 不然的話你這個就是不當 來我請那個 那個部長來做一些說明 參數好不好 因為你是憲法專家 我們都很尊重你啊 謝謝委員喔 這個現在的處理方式有兩個重點 一個是組織怎麼設計 一個是程序怎麼進行 組織的設計的部分 採取的是委員會 他的提名 他的什麼有一定的一定的機制 那程序的部分 下一條還會提到 還要聽過聽證 所以程序更嚴謹 組織更反應專業更多元 他背後的目的 就是為了避免獨斷 所以我從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等到這個委員會 真正做出決定的時候 基本上他是建立在一個 比一般我們正常的 部會去處理的情況之下 更能夠組織 反應專業更能夠程序 反應 反應公開透明 那所以我個人認為 這樣子的一個處理方式是 蠻合乎現在去處理 不讓黨產這樣子議題 能夠讓大家比較能夠幸福 那你認為要是說直接 你認為哪裡哪裡有很多 不應該不當的地方 直接提出到法院啊 到監察院 您的認定看法呢 因為背景他有他的獨立性嘛 對不對 如果類似這樣的一個機關 他經過一定這樣的程序 那他所做出的處分 當事人還是不服 那這個時候 還是可以向法院請求救濟 當然那裡是救濟的部分啊 但是你總不能說這幾個委員 超越司法 超越監察 對不對監察委員 因為現在癥結點就是在這裡啊 因為我們今天要是沒有司法制度 沒有監察委員 那當然另當而論 我們是有 那有你要是認為說 過去國民黨 所有的這些財產全部都是不法 你全部把它移送 然後讓他們去做調查 認為哪裡不當 你就應該要歸鬼國家 我認為那很合理吧 那個 葉部長你有什麼看法 我對於大院現在在走的方向是希望讓不當膽產的認定跟處理 能夠用 更公開透明 然後能夠程序上更能夠讓大家所接受的方式去處理 我認為這個方向是蠻值得認同的 就這個方向而已 那至於怎麼樣設計 其實大家是比較能夠認同肯定 但是你用行政作為 然後來調查 因為畢竟 今天所有提案的這些委員 全部都是民進黨的委員 幾乎啦 而且是每一條都提出來修正 那我們今天所要探討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根據比較實質的去看 我認為說其實 你要是說今天真的不當膽產的話 他有實質的真的是過去不當取得 站在我們國民黨委員 其實我們也認為說 不當取得 不能留 一定要做處理 所以說我認為說那個部長 這個部分你應該好好的去 審慎的去研究探討 謝謝 好 接下來我王毓民委員